中甲第二十九轮闲战三对为最后一个冲超席为死拼第二个将棋队或产生2018年中甲连赛将在本周末开始第二十九轮倒数第二轮角逐,因为连赛进入最后阶段, 全部八场比赛按照惯例将同时开球,时间是10月28日周日下午14时30分,在武汉卓尔提前冲超后,浙江绿城,深圳加赵建和青岛黄海,将为最后一个冲超席为展开争夺, 排名靠后的数支球队则在为保际而战,半轮很可能产生新疆之外的第二支将棋球队,中甲第二十九轮队阵形式和比赛时间如下图, 积分榜靠前球队中,武汉赵尔已经提前冲超,武汉卓尔之后,浙江绿城积48分排名次席,深圳加赵玉积47分排名第三,青岛黄海积45分排名第四, 积分榜第五的石家庄永昌,落后浙江绿城流分,冲超级存在理论可能, 积分榜倒数第三的梅信铁汉,富博直角的梅信铁汉领先倒数第二的大连超越三分,还在为保际而战, 本场比赛两队都将全力争胜,绿城实力更胜一筹,深圳加赵叶客场挑战上海身心, 近几个赛季投入巨大的深圳加赵叶,被称为中甲恒大,现在的主帅为上赛季带领大连一方,完成冲超的前黄马主帅卡罗, 深圳加赵叶不但落后浙江绿城一番,还在胜负关系上处于劣势,想要延续冲超希望, 本场必须全力争胜,上海身心已经基本完成保级,很可能会主动放弃, 青岛黄海主场对决已经基本完成保级的梅州客家,青岛黄海与浙江绿城胜负关系相同, 只要本场获胜,就可以延续保级希望,主队获胜希望较大, 石家庄永昌特场对阵延边负德,积三十五分的延边负德还没确定保级, 本场也会全力抢分,延边负德主场拿分的希望较大, 积分榜大树第四的呼和浩特主场迎战已经提前冲超怒汉竹尔, 呼和浩特领先没限铁汉两分,随时可能被其超过, 参加升下肌肤加赛,本场比赛也会全力抢分, 李铁之教的武汉卓尔是否会在课场给对手送分, 让我们拭目以待,高宏波之教的北京北控课场挑战积分榜倒数第二的大连超越, 北京北控冲超望保级无忧,大连超越则已经陷入绝境, 想要延续渺茫的保级希望,不但要自己获胜, 还要寄望生前的梅线铁汉不胜,如果不能在主场获胜, 大连超越将成为第二支提前降级的球队, 终在实时积分榜如下,积分榜第七的辽族, 将在课场挑战积分榜第十的浙江一藤,辽族已经提前保级, 胡赵俊出任主帅的浙江一藤,浙江一藤很可能主场拿本提前完成保级, 积分榜倒数第六的黑龙江FC主场迎战已经提前降级的新疆, 不出意外,黑龙江将在一场胜率后提前保级。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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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